最近我们大家一直在讨论就是电影玩命关头的影星约翰西南 对中国低头道歉的影片让不少粉丝大呼好失望 不过在台湾的西班牙网红黑素斯 他就发现这个盗片影片中根本就没有提到台湾 又在他频道的后台发现了端倪 怀疑这个约翰西南其实明知道台湾就是个国家 只是假贵中来换捐票房 因为一句台湾是国家好莱坞影星约翰西南 不得不低头向中国小粉红道歉 但台湾粉丝也别急着骂 其实影片有心机 镜头前真诚道歉 但至于犯了什么错 约翰西南就是不点出来 甚至完全没提到台湾 人在台湾的西班牙网红黑素斯更拍影片揭露 约翰西南早就知道台湾是国家 不只外国网红眼间发现 许多中国网友也觉得约翰西南含糊其词打马虎眼 直言要他用中文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否则不接受道歉 逃避问题废话连篇 还是没说台湾是中国的又这么难吗 三年前约翰西南为电影宣传时 影片背景就放上了满满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这次因为失言被中国网友出征 眼见风波持续延烧 或许不得不假贵中换真票房 水新闻黄澄一报道 我们的头条消息来带您看看 在这个网路上推台湾是一个国家 但是现在惹出了什么样的争议来呢 完命关头的影星约翰西南对中国低头道歉的影片 现在风暴持续扩大了 网路上面出现了骂声一片 还意外掀起了一片挺台声 为了一句台湾是国家 好莱坞隐形John Cena对中国卑躬屈膝 瞬间成为网路迷因主角 出了照片被拿来和毛泽东合成 过去在摔脚场上被羞辱的画面 对手的脸也被换成习近平的大头 为了中国市场John Cena猛爆北京大腿 反倒在网路上掀起一片挺台声浪 网友创建的标签 台湾是国家 最近纷纷获得各界名人正要响应 曾多次替台湾发声的 美国众议员John Curtis 听闻中还附上台美国旗 展现两国友好 前美国众议员Rilman 也喊话不能向中共屈膝 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Goldberg 表明就是要让 Taiwan is a country变成趋势 美国政治评论家Ben Shapiro 也直言不敢称台湾是国家 就是可悲的胆小鬼 过去为了电影宣传 John Cena影片背景上 还放上满满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如今一件中国玻璃星 立刻见风转舵 真正向世界展示了 什么叫做好莱坞式的出卖价值 而王命关头影星约翰西南 向中国道歉风波式持续延烧 甚至让台湾的关注度又提升 Tweet on不少网友 开始制作了恶搞的梗图 中国甚至变成了西台湾 形成当下最夯的民营图 因为一句台湾是国家 好莱坞影星约翰西南 向小粉红道歉影片 风波持续延烧 甚至成了主权 神助攻 有记者秀出台湾地图 还放上了中华民国国旗 但这还不够 推特也有网友 把所谓的一中原则 以两国国旗切拌再合并 最后出现的 还是青天白日满地红 也有网友嘲笑中国 直接把中国地图 大大key成西台湾 甚至把全球所有国家 都称为台湾 不只中国惨变西台湾外 澳洲也变成南台湾 而欧洲则变成披萨台湾 美国变成了右腔的台湾 非洲是很热的台湾 英国太阳报专栏作家 也转发一样的名音 还在内文写下 他喜欢西台湾这样的说法 因为这会激怒北京的独裁者 更有网络媒体 把台湾评为2021年度国家 中华民国台湾 这么美丽而勇敢的国家 你怎么舍得不多看他一眼呢 其实西台湾的说法 早在去年总统蔡英文获选时 就曾被国外网友拿来嘲讽 中国一天到晚挂在嘴上的 一个中国原则 甚至还反叫他们是台湾大陆 没想到约翰西南道歉影片 又这一次让推特掀起 台湾式国家标签热潮 更制作恶搞梗图 成为新民话题 在新闻黄泉一报道